台南監辦光碟BBI先被認為恐怕會衝擊 2026市長選舉 台南市長黃偉哲出席工程上榮典禮 但各界高度關注的是他遭見方傳喚的消息 一連兩天被問到這個問題 口氣略顯無奈 中間是有牽涉到任何的政商之間 或是商商之間 就是說工程單位跟地方勢力之間 有什麼樣的糾葛 我覺得都一併查清楚 前部署台南京發局前局長陳凱琳 涉入光碟BBI收賄喝花酒被關押 黃偉哲以證人身份到檢察署應訊 主要就是陳凱琳講了一句 這個案件是上級交辦 把黃偉哲也牽扯進來 就怕檢方這個動作連帶影響下屆市長選戰 成了對手陣營的提款機 光電的發展綠能的發展 是國家的一個重大政策 也不應該會特定或個案而受到污名化 檢方為了釐清案情 傳喚黃偉哲還借提陳凱琳 雙方對職離清案情 即使陳凱琳事後澄清 當下只是隨口說說 但事關重大 檢察官相當謹慎 偵訊黃偉哲就花了四個多小時 台南地檢署 他是以證人的身份來傳喚他 也許是離清一些相關的事實 從檢方再到法務部長 不斷強調黃偉哲在這個案件當中 是證人的身份 牽扯層面到哪 檢調還在全版中 就著楊華 台南報導 我現在變成了